古董的利益 毫无疑问,股东是利益最大化,是我不能变 但是股东的利益从哪来呢? 从市场来,从客户哪来? 所以客户是我们一定要维护的,要重视的 那么谁去维护客户呢?员工 所以你出发点、落脚点是不一样的 落脚点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但你着眼点一定是你的员工 他们的利益要保护,他们的情绪要保护 机器性要调整起来 所以这就是三者关系 因为你是一个后来的银行 你又不是政府的亲儿子 你也没有政府对你的这些后来 完全靠自己在市场上去创新 如果你的产品不比别人好 你的产品不比别人强 没有人用力的产品 真正处始,包括招行在内的 国内商业银行的转型 真正有压力的 应该是来自于日益刚性的资本约束 因为那个时候招行的增长方式还比较传统 一个是追求高速度 第二是结构不合理 第一次转型的目标就是发展零售业务 发展中间收入这个业务 中间有发展批发业务中的中小企业 二次转型表面上是一些经营管理的指标 但实质上是一场管理的提升 如果说一次转型是盈利模式的调整 那么二次转型应该是管理水平的提升 还有我们这个媒体的约束 这是最头疼的 特别是新媒体,网络 有的是没有这个事 你解释也没用 戈贝尔说谎言说一百句才能变真理 在网络一句就大家都信了 如果用搜索引擎就可以有序排列 通过云计算和这个征信体制 就可以完成风险定价 如果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移动终端 这个融资就可以完成 既然人家能够直接自由恋爱 银行就没啥事了 所以这将是对银行一个重大的生死存亡的挑战 要预君 不行 这样简直接isi